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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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不会再看见 你别是微黄色的甜 有些人注定不会再见 那些曾青山的脸 我拿起种绿树的叶子 放在青色的石板前 祭奠那些流失的青春 和曾忘动的誓言 风在歌唱 唱他曾去过的地方 在黑暗中 有朵花为你开放 当你撞过头的那一瞬 玩下般美丽的笑脸 它睁开在 春日里无可期间 拉拉拉拉拉拉 拉拉拉拉拉拉拉 说吧 是这样 他大学的男朋友出国之后 他俩就分手了 这三年啊 一直在工地上工作 刚刚调进了星辰 他男朋友出国了 对啊 好像叫陈孝正 请问这是郑薇的电话号码吗 是啊 您是哪位 我就是陈孝正 他大学的男朋友出国之后 他俩就分手了 好像叫陈孝正 我谈了一场要死要活的初恋 挥别了曾经想要托付终生的渣男 我真切地感谢你带给我的这一切 咱聊个八卦点的 有谈过恋爱吗 你上次不是跟我说 你想听我的恋爱史吗 那是一个把我亲为猪猫 一起承担的一块 爹 是不是个男人啊 你抛弃了过那一切到米兰来 是为什么 你能不能负责任一点啊 李经理 帮我查一下下午有没有去米兰的航班 稍等 李经理 下午只有海航飞罗马的航班 好 就订这个 好 你怎么回来了 晓鸥哥 你怎么回来了 林静凛疯啊 神经病啊 是 我是神经病 我真没想到 抛弃郑威 跑到敏兰的男人真是你 早知道是你 我就不会今天揍你了 你早就知道我是谁了 这重要吗 陈校长 你除了自己的事业 还有什么重要的 我去青州和老板开会 明天回来 郑秘书 你是 我是李姐呀 李姐 您走路怎么都没声音的呀 那是你没有听见 小郑啊 有没有男朋友啊 还 还没有呢 你看看 看看 多好的姑娘呀 真是太可惜了 我呀 是没有亲弟弟 我要是有弟弟呀 一定把你娶回我们家 做一家人 不过没关系的 下次有机会啊 李姐给你介绍一个 谢谢李姐 你看 就觉得和你有缘 光顾着和你说话 我还有正事要找周总呢 李姐 周总他有事情去青州出差了 今天不在 那可怎么办呢 我这儿还有一份 年末公司年会的 经费申报表 要周总点头签字的呢 这个怎么办呢 很着急吗 能不着急吗 你想啊 我们星辰是个大企业 这上上下下几千个人 一年下来吧 大家都很辛苦的是吧 那李姐呢 是做后勤工作的 就想为大家办点实事 那想搞一个大家喜欢的活动 让大家开心开心 好啊 这是好事啊 可是没有钱 没有经费 搞什么活动嘛 你说是吧 薇薇 我叫你薇薇 你不介意吧 我当然不介意啦 李姐 我就是觉得和你亲嘛 薇薇啊 依你看 我报的这个金额 周总会不会批呀 这 这个我哪儿知道啊 你都不知道 还有谁会知道啊 我就随便这么一问 那一你看 周总会怎么说呀 这儿鼓励 好 姐呢 就私下里问你一下 其实我这个都问过邱总啊 邱总都说 周总肯定没有意见 我这才敢把报表拿过来的 谁都知道的 这个周总啊 在资金方面特别地紧 谁没事找涮呀 你说是吧 你呀是周总选中的秘书 周总选人 可是出了名的严格的 你是他万里挑一选中的 多少比我们明白他的心思 你要是给句话呀 姐这心里不就有底了嘛 美女妹妹 我为你赶紧看一下 来来来看看嘛 好 我看看 要是真的是 为员工办实事 经费又合理的话 对吗 程总 应该是会同意的吧 姐也是这个想法呀 薇薇啊 薇薇啊 你真是 你太好了 你这么一说 姐心里真有底了 太好了 谢谢你 谢谢你啊 姐走了啊 再见 再见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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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姐 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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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迟了 到办公室来一趟 嗯 师傅 怎么了 你看看这个 是怎么回事 我什么时候同意过 这笔经费的支出 刚才我回来的时候 后勤部已经开始 筹备这次活动了 就等我回来之后 签字同意 然后报到董事长那里 年会每年都会搞 董事长说过 不认同他们以往 那种铺张的方式 让大家注意 邱继阳很聪明 不会淌这趟浑水 刚才我问他们了 是谁同意 在我回来之前 就开始筹备了 后勤部 财务部 项目一部的人 异口同声地说 是你亲口说的 周总一定会同意的 对吗 正秘书 你可真行啊 上班没几天 就敢拍这种板了 要不以后你坐这儿 我没有让他们做 前期的准备工作 你别说了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看来我有必要提醒你 你这个岗位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谨言慎行 该说的说 不该说的不说 宁可不说 也别让人抓住话柄 记住了吗 可是李姐告诉我 邱总说过您会同意的 这种话能信吗 邱吉阳那么多年 在办公室是白混了 后勤部是料定 我不会同意的 拿你做个垫背 来个先斩后奏 让我在董事长面前 抬不起头来 一定是理解 领会错误的意思了 我现在就去跟他说明白 来 站住 让后勤部的理解 还有负责这次活动的 经手人到办公室来一趟 躲到那个后头 进 我已经出了 我已经出了 进来吧 周总 您回来了 周总 我是项目一部 这次负责审批的人 这次的年会是怎么回事啊 周总 这次的确是我做得不对 可是我的出发点是好的 因为我知道您出差在外 我不敢打扰 可是等您出差回来吧 我这个筹备时间又不足了 所以呢 就过来问郑秘书什么意思 他说周总一定会同意的 那我就想 一定就是您的意思 但我绝对没想到 小小一个秘书 居然敢擅自说这种话 我 我们也是听了郑秘书的意见 才敢通知财务部 同意电支的 林卫军 你说什么呢 这种谎话你都能说得出口 你对得起你自己的良心 对得起这个国家 对得起你的父母吗 你怎么能这么胡说八道 指鹿为马呢 你赶快给我澄清 不然我就拔你的屁 拆你的骨 恨你的血 你哪这儿都听到我说意见了 什么意见 哪门子的意见啊 还有你 我把你当做大姐 你问我意见 我告诉你我的意见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的意见 是周总的意见了 你们舍鼠一窝 狼狈为见 好了好了 不要再说了啊 师父 是他们信口词黄胡作乱说 半动是非的 我凭什么要闭嘴啊 我就是要说出事情的真相 看你们以后 还敢不敢胡说八道 你哪那么多废话啊 会的成语很多是不是 好啊 今天回去之后 用成语锅 写一篇五千字的检讨书 我看你还有没有那么多怨言 你现在只需要说三个字 对不起 我 对 好了 都出去吧 我去吧 你都去吧 我去吧 圣诞快乐 嗯 嗯 我们来吧 嗨 嗨 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薇薇 你这地下室也太冷了吧 我一个人特无聊 快 给我一个温暖的拥抱 薇薇 娟儿呢 怎么没跟你一块儿回来 薇薇 我可想好啊 常住在你这儿也不是办法 我准备搬走了 找了一个新住的地方 在走之前呢 我买了一只烧鸡 准备跟你们俩一块儿过圣诞 怎么样 薇薇 这娟儿哪儿去了 你能不能别跟我提她了 算了 这件事情跟你也没什么关系 我只是不想和她那种人住在一起了 我一想到我跟她住在一起 我就来气 浑身难受 你说她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你想想看 你刚搬进来的时候 她是怎么羞辱你的 只要是个人都不能忍 我我我 那 那个 薇薇 你 你俩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你说都是大学同学有话好说呗 有什么机会开一道 对了 薇薇 下午有人送台电脑机过来 说你参加纯纯酸彩的活动 中个大奖 我根本就没够算的 不能呀 我还扫了一下 这三千多呢 你要不要我可拿走了啊 我新搬的家可什么东西都没有 薇薇 我真没想到你能做出这么无耻的事情 我也是到今天才知道 什么叫防火防盗防闺蜗 干什么呀 想打想闹就算了 还当真了 别动啊 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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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蛋快 你搞小动作陷害我 就是土木工程师的大爱 我就是无耻 至少我不会像你一样做这种事情 李维娟儿 我问你 是不是你和李姐串通起来 在周总面前陷害我的 我没有 误会误会 都是误会啊 有什么话好好说呗 娟儿 你娟娟不是那个意思 李维娟儿 你真自私 我自私 你才是自私吧 我就问你 要不是你正秘书点头 李姐怎么会支出财务费用 我哪一句话说错了 我哪一件事情做错了 你做得都对吧 都没错 那你说说看 你怎么进公司的 你管我怎么进的 我李维娟就是不要脸进的 怎么了 行行行行 行了 有话好好说呗 说什么不要脸呢 我有时候还真的觉得 不要脸挺好的 当然了 你玉面小飞龙多要脸的 你的林哥哥陈才子 说走就走 你连留都不带留的 好了 就事论事 别拿刀子护出来 得帮我一身血 有本事你再给我说一遍 说一遍就说一遍 我一直都是这样 你又不是才知道 所以你每天都说 软软才是你真正的朋友 你从来都没有把我 当过你的朋友 所以你才天天骗我 你明明有后台 你为什么瞒着我 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你的后台就是周总 你永远都是最好的 最受欢迎的 所有人都想着你 软软想着你 小北想着你 许开阳想着你 张开也想着你 我算什么呀 我不要脸 你满意了吧 算了 就是因为你这样 你才没有一个真心朋友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是真心 你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是朋友 妹妹 我准备了很多精彩的节目 还没表演呢 就我岁大师的高峰填交纸 娟儿 这大晚上呢 天那么冷 她一个人 你让她去哪儿呢 你还不追她 走 别给她一直走 我的钱都不需要 你们这十月的朋友 还有 今天不是什么聪明 是聪明一笨蛋 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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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啊 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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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上班了 你赶紧起来吧 被别人看见不好 快收拾东西走 这是公司 怎么睡在这里的了 现在的姑娘这么不想话 喂 郭儿 早啊 早 六哥 你今儿起得够早了呀 我先去趟洗手间 我也去 好 来 跟我说 必须得跟我随着啊 谁这么早啊 过来 怎么了 花西寇 咱们是哪男的 能是人这个啊 我给你看 吓你 花多些啊 这 这 我这 拿着 你个变态 谁在里边 快出来 快去出来 快出来 我给你说了 你别躲了啊 你要快出来 我可以就抓门了啊 我组三二一啊 三 二 一 吴亦辉 吴亦辉 搞什么鬼啊 所有员工都看见 你穿着睡衣 从男厕所里出来 新春成立了这么多年 新春成立了这么多年 我穿一个人语装着 都想戴着 哪一张 我去去 免账的 人家 上班 你这 吧 知道了 师父 这是我写的成语检讨书 写不让我那么多成语 就写了几百字 你凑合看吧 好 那我就凑合着看看 去吧 喂 丁经理 你说 来 太好了 从此以后 这里就是我新家了 来 师父 您把咖啡 少糖少奶 来 昨天晚上 还住在公司里啊 我提醒你啊 你得注意一下 否则的话 小心我临时变卦送你去 设计组 送你回工地搬砖 别啊 又不是我自己愿意住在这儿的 我真的是无家客归了 真的啊 你没办法 喂 货勤部吗 啊 咱们公司的公寓宿舍还有吗 对 担任间 一视一听地帮我找一件 谢谢师傅 来 怎么回事 好 咱们公司的公司 我去吧 你去吧 你去吧 我去吧 走 你去吧 你跑啊 张开 你跑 怎么办你 张开 你不站住 去你的 你别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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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什么啊你 你追我 我才跑的 你 你不跑 我能追你吗 你追我 我才 我才跑啊 你还拿油条拽我 你拽得死人吗你 起 起来了 去哪儿啊 你先起来再说 拉我一把 跟我走吧 去 去哪儿 派出所 我给你买着 不用 我这儿有 我这儿有 好好好 来 服务员 再给我来一点 不是 张开 千万别点了 吃不了 太浪费了啊 余老师 咱俩多久没见了 多久 四年 不好意思 两位 你们猜上齐了 请慢用 好 你知道这四年 我有多想你吗 想 想我啊 余老师 不是 我跟你说啊 现在的我 富贵于我如浮云 我是钱财如粪土 这点东西算什么呀 随便吃 别别别 张开 我这高班了呀 咱们以后 这个吃喝的日子 有不得是啊 再说了 有钱也不能老费这 余老师 我现在从事什么 房地产事业 这你也知道 我上学的时候 就是环境工程 跟这房地产事业 它是息息相关的 再说了 我现在一个月 一万八千呢 这些东西 这些都是小钱 随便吃 我跟你说 来来来 好好好 快快快 快吃点 这肉上去 真是太好了 不要吃 你现在 这块什么呀 我 金融行业 你也知道 最近这个金融行业 很容易挣钱 我发现 我在这个金融方面 很有天分啊 之前这二十多年啊 浪费了啊 不提了 来来来来 老师敬你一杯 余老师 来来来 是他 是余老师 他突然抱着我 想要对我心撒扰 真的不是那个样子的 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 为什么不相信我 你们就相信一个女学生的 一面之词了 你们这叫愚蠢 愚蠢 你们把我 都正可老实了 变到夫哥老师 没关系 这真的没关系 我不在乎 我就想站在这个教室里 站在讲堂上 跟学生上课啊 可是 可是你 可是你能为 有世俗的眼光 肮脏的眼光 来机会我春节的心灵 你们没有一个人了解 你们没有一个人了解我 你们都向我走 我走 你走 我走 我辞职不甘了 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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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老之水浊喜 可以煮无足 沧浪之水浸溢 可以做无敌 来 来 来 又有声 来 你喝多了 没事 没事 来 余老师 你是不是喝多了 没有 没事 我 张开 张开啊 你要相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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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我当时 我跟这个李维娟 我没有 余老师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余老师 你听我说了 你听我说了 我跟你说啊 你们都不知道这个过程 他们都冤枉了 我真的不想啊 我真的没有对他有非分之想 余老师 我懂 我真的懂 你懂什么呀 你懂 你们都懂 你们都说懂 你们没有意义 余老师 你怎么就听不明白了 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你 我爱了 我也回过你 小楷 咱們接著喝 服務員 再來兩個江笑白 師父給 你給林經理介紹一下 師父 我 周 周總 那個 我剛剛跟建材公司 確認新的建築材料 所以確認我來晚了 對不起 時間來不及了 今天林經理來 主要想了解一下 公司現有的項目 你幫著介紹一下 鄭秘書 辛苦了 許會 什麼 我說 不客氣 好 周總 請到這邊看看 這邊 這邊呢 這邊的工期呢我們一定會抓緊 你放心吧 林經理 來 你看 這個就是二期 來看看 對 這邊二期呢正在進行收尾 二期現在用了多少時間 這邊 東北樓這邊已經馬上就快要空空了 還有 好 不要你管 你這是進入工地的第一雙高跟鞋啊 師父 我 對不起 謝謝 小廚官 來 幫你看一下 那邊是商業人 我們上去看 鄭秘書 你沒事吧 林經理 我有事還要回一趟公司 有什麼想了解的 讓鄭秘書給你介紹一下 小鄭 周總 有什麼情況你給林經理介紹一下 對了 林經理的電話你留了嗎 林 林經理 你的電話是多少 我先接個電話 一會兒你留在這兒陪著林經理 給他介紹一下情況 師父 不用了 他是從國外回來的高材生 根本就不需要我給他介紹 他的情況你知道的挺多啊 我 我 就是隨便了解了一下 師父 你就讓我跟你一起回去吧 好好在這兒給我帶著 那好 那 我先走了 好 再見 回見 你 你讓我相信 幸好你啊 小时候把我养成随身带创可贴的习惯 现在我还保留着 你说 我们两个 小时候天不怕地不怕 大了怎么会变成这样了呢 有时候我也在想 我们两个是否曾经在一起过 是否相爱过 又是否你也爱过我 现在说这些 你不觉得可笑吗 薇薇 不好意思 喂 薇薇 薇薇 你怎么来了 薇薇 我想去你宿舍住几天 好吗 当然好啊 不过 你不用上班的吗 薇薇 我 怀孕了 真的 你要当妈妈了 润润 照顺有她妈妈同意了 还是她自己不愿意结婚呢 还是她自己不愿意结婚呢 到底怎么回事儿啊 我一直以为 是因为她还太小了 直到那天 真是天大的笑话啊 是她 她其实她就不愿意结婚了 她不愿意结婚了 是她不愿意结婚了 她不愿意结婚了 你不是我 我 还是她不愿意结婚了 怎么办 在我知道 他骗我的那一刻开始 我的爱情 就信彻底了死了 这些年啊 我风风鼓鼓这些感情 不管它怎么样 我 我都不离开它 是因为我真的好珍惜 好珍惜我和它 在我们最青春的时候 最单纯 最美好 最好最好的感情 可是我发现我错了 我们的爱情 根本不是我想象的 那个样子 从来都不是的 我长大了 但是他没有 可是你已经有孩子了 可是 那个臭男人不要也罢 可孩子怎么办呀 妈妈 这份早晕报告显示 胚胎四十五天左右 生下来还是咋掉 咋 你确定 我去给你倒杯热水 我去给你倒杯热水 先把药吃了 好 萌萌 你 你怎么 葳葳 你还记得我跟你讲过 我和她的第一次见面 就是因为她吗 对呀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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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